这个纵使啊 这个机智如我 但是我也经常 被一大难题给难倒 没错 这个难题就是 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每天都要面对如此难题 人生还真是辛苦的 说到吃啊 哎呀咱们栏目的吃货风多 那可以说是相当有感悟了 来看看他的朋友圈里 分享了什么人生经验 渐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餐馆 能吃到真正的美味 而那些装修华丽 烹饪精致 服务周到的酒店 我根本都吃不起 梦想总是要有的 在一哪天自己就当位厨子呢 摸摸你的肚子吧 也许你就不会老想着吃了 恋爱不要谈了 还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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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哥这话说的还是夸张一点 毕竟要是坚持吃几个星期泡面 以咱们的工资还是能够去奢侈一次的 说话还是要实事求是的嘛 不过波波同学是个反例 他完全把这种精神用错了地方 哎呀波波呀你以后呀还是长点心吧 作为你的同事兼朋友 我还想跟你多共事一段时间呢 你好自为之吧 今天上班的时候 和新来的女领导闲聊了一番 期间聊到了年龄 我问她多大了 她让我猜 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 我只能肯定往小了猜 我说也就32呗 领导尴尬地笑笑 我都快40了 我说不会吧 保养那么好 一点不像啊 也就31 32的样子 后来领导走了 之后听到别人说 她今年才28岁 前同事伯伯 咱们后会有期 实话实说没毛病 再见了 我会记得你的 相聚就是缘 伯伯你看看人家领导 都会说话呀 完美的帮你把这话 提个原味着 好好学学吧 我劝你呀 还是没事 别去聊这些有的没的 言都必失 我会记得